2020年3月27日 也是新西兰全国lockdown的第二天 天文网记者了解到 在奥克兰ASB Showgrounds停车位上聚集了大量房车 这些房车将被政府作为隔离 从海外返回的新西兰人的后备选项 记者决定到现场亲眼看看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奥克兰ASB Showgrounds 我们知道的一个消息就是说 这边已经出现了很多这种房车 这些房车的用途就是用来 给那些从海外回来的新西兰人旅客 自我隔离用的 我们现在在现场已经看了一圈了 发现房车大概总数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100多辆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走到这里 那个大片的停车上去看到是什么情况 但是看这个密度勾测一下的话 100多辆是至少的 然后卫生部也说 这些整个流程和这些车辆 都是按照跟北部军事基地里面隔离的 是差不多的 流程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现在他们虽然说还没有人入住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边已经基本上准备完毕差不多了 供水和供电都能够保证 然后里面的 会有专门的人来给他们供应餐食 他们也可以在网上购物 就是说提供基本的网络 刚才我问了一下这边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跟我说的话 意思就是说 他们并不感到害怕 然后我在想问他进一步的问题 比如说你们需不需要戴口罩 你想不想戴口罩 这种问题是什么的 他跟我说 他们接受到的只是 卫生部的政府的进一步的 会接受政府的进一步指示 但是你绝对不能进去 就是说每个门口都有人 防范措施感觉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ASB手骨网另外一个侧边的围墙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也行了很多的车辆 从这个角度看 这边也有很多的车辆 所以说这边一个大的停车场 满满的车都挺满的的车 然后刚才我们在路上 采访到了一位本地的K位的老先生 然后我们问这位老先生 就是说 你是不是坐在这附近的 他说是的 旁边的满灯口肉的上面 那我们就问他 如果说这些海外游客真的住进来这里面 真的在这里面自我隔离的 你会感到害怕吗 他说他并不会 他觉得生活跟平常也一样 该怎么生活就要怎么生活 他并不会感到害怕 与我们大部分人不同的是 这些自海外返回新西兰的人 将只能先暂时提升在这些房车之中 我由衷地希望他们的生活能够顺利 舒适 希望新西兰全国的人民能够在一起 用我们自己的行动 打败新型冠肿病毒 打败新型冠肿病毒 优优独播剧新型冠肿病毒 优优独播剧新型冠肿病毒